有進步 有進步 四 三 好 很漂亮的一個助跑系列 加速 加速之後去跳 成功 並沒有犯規 我們馬上測量 我們是以身體任何一個部位 碰到那個沙坑裡頭 最近的距離 是 測量的距離 三米五四 十字的成績 第一次試跳是三米五四 上次彥博 這個體型上來說 像凱莉這樣 不算手長腳長 比較輕盈的選手 是不是相對也滿有優勢的 相對的優勢當然是有的 那包含是她身體所可以 承重的這個重量 跟我們起跳的爆發力 但相對的話成績 像一個對比的一個狀態 OK 漂亮的加速 好 要衝很快 生氣如燕 她的成績我覺得 她應該不是太滿意 她應該還更加 對 只是剛起跳的時候 沒有達到一個拋衝效果 是直直的往前 到這個沙坑裡面 就是這個紀錄長 沒關係 兩米八四 好 現在紅隊選手 芝芝第二次試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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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好就可以開始 加油 你可以做棒了 有 有 有 是不是比更遠了 比第一次 這個距離又更加的漸步了 好 芝芝 好可憐 而且紅隊派出她 幾乎都開門見紅 對 她的第一棒都表現得非常亮眼 三米七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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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步了 三米七零 沒有壓力 好 藍隊選手凱莉 第二次試跳 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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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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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落後幾隻不會太遠 對 好緊張 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啦 那個時候我就 真的很緊張 然後很想要替我們隊員 不要差距那麼大 因為我自己那時候心裡知道 我應該是有可能輸他 但我覺得盡力就好... 這次比的時候 也有跳出一定的水準 我就覺得 有完成自己心裡的目標 然後也會對上 然後下一個還算不錯的成績 接下來進行的是 男子選手要登場啦 現在登場的是 紅隊的選手阿昌 阿昌選手第一次卸跳 他的這個跑步的速度 到後期加速 不錯耶 心體的延展 延伸 我本來以為他前面的 那個助跑速度其實不太快 但他後來加速了 然後一飛越起來超遠的 對 阿昌他的步伐 其實算得滿準的 也就是說到起跳點中間 都沒有任何的墮步 我剛剛試跳 跳四五次 好可惡 有點壓力 第1三 第1 第1三 好 藍隊第二棒選手 胡宇薇 第一次試跳 剛剛也好遠 人高 腿長 這音樂非常遠啊 我覺得腿長賣大步 真的很有優勢耶 你胡宇薇這應該也有四米以上 四米二八 四米二八 胡宇薇的成績是四米二八 但是差得非常地近 只差了十五公分 有 有 四米二八 還可以更好 還可以更好 對 阿昌很會喔 好 把這個節奏帶起來 好的 紅隊阿昌群秀 出發 加速 是不是比第一次更遠了 太近了 真的是 身輕如艷耶 他拍到 他相信了 就這樣 又可以了 胡宇薇 剛剛的四米二八 現在阿昌已經來到了四米三六 胡宇薇能不能夠 欲強則強 我稍微有點不滿意 因為可能是當下的 對阿昌群秀 那個踩到前面那個線的時候 不覺得我們有發揮到 最好 好 藍隊胡宇薇選手 第二次試跳 預備 這邊滴了啦 胡宇薇 打碌他們的選手 打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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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胡宇薇手長腳長完 是非常開好 他的我們學秀中 打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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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們兩個都突破 自我的感覺 而且胡宇薇跳起來之後 還大聲一吼 這不容易啊 他跳起來之後 應該一定是身體延長到 最開的情況 四米一 四米一一 所以胡宇薇是以第一次試跳的 四米二八 四米二八 作為這次的成績 冠軍一輪 為了 那